他在国民党的初选玩得非常窝囊 虽然吴敦毅说公平公正公开 但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选完你知道他在初选过程中间 他跟吴敦毅连通话都没有通过 吴敦毅根本不甩他 然后所以他联络的窗口是曾永泉秘书长 所以他选完 你看他不是提了八点建议 国民党谈都不要谈 然后选的过程中间 叫一个参选人周席伟 拿了一份公约叫大家签 郭台铭干嘛要签 我是郭台铭我也不签 郭台铭幸好当时没签 问题是你是个参选人之一 如果那个是党主席拿出来 或者秘书长拿出来还没话讲 你只不过是参选人之一 你凭什么叫大家签公约 所以后来选的过程中间 他提了八点统统被没有谈就解决了 选的过程当然蛮窝囊 所以他初选落败以后到美国 沉浅了两个礼拜 前师后想他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认为他是被耍 然后他是觉得根本不公平 所以他回他在美国两个礼拜 以他的聪明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做首富 他当然想清楚你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回来要搬回医师 对那你在想韩国瑜跟吴敦毅去谈过 吴敦毅刚开始的时候说 他定的规则就是自己要登记 要交钱要辩论 两天以后就变卦你知道吗 我们还称赞吴敦毅不错 这个人很有guts 两天以后就变了 就帮韩国瑜两声打造了一个选举办法 你想想看民进党以前有规定吗 你才当选一个地方首党 你怎么可能又去挑选别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郭台铭这一次是完真的 他当然是完真的 他真的很不愉快 所以回来以后你说他会跟 那柯文哲以他的聪明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郭台铭自己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他为什么会落败 有那么大的钱 那么大的知名度 可是他跟国民党完全陌生 国民党包括我们在内 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跟他有来往 他也跟国民党 任何党中央没有来往